嗨 大家好 我是小鄧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怎麼樣檢查自己的運氣是不是有漏氣 那漏氣其實跟我們的摩托車 或者是汽車的胎壓一樣 你的胎壓平常打到38還是36 那對你來講34你想要補的 還是32你才要補 或者是我可能等到要到28 甚至我快要感覺到 那個車已經搖搖晃晃的時候 騎起來這樣那個 碰到很多骷髏的時候 我才要打氣 那每個同學他對這個敏感度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有些人很敏感 他可能胎壓差1或差2 他就想要打氣 那漏了一點點的 當然你送的氣球需要比較多 或者是你手要壓得比較用力 才有辦法吹 那我今天要教大家一個簡單的方式 在家裡可以檢查 自己的樂器是不是有漏氣 首先呢我們要先 拿手機的這個手電筒 我會建議大家 就照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按這個按鍵 按這個按鍵 然後可以看一下旁邊 它是不是有漏光 那如果你要讓你 自己看得比較清楚的話呢 你可以試著把那個燈關掉 你看如果壓下去的話 上面那個會先倒 然後下面的露了一點點的光 有看到嗎 像這樣子 上面的先倒 然後我再壓用一點 全部就蓋起來了 所以代表有個地方先倒 那另外一個地方比較慢倒的話 這就屬於一般的就是漏氣 那麼你自己在檢查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放下去 那有些比較嚴重的話 就是像上面這些按鍵都是蓋著的 它照下去之後就已經漏氣了 這就是屬於非常嚴重的漏氣 那基本上漏氣 它就是跟汽車一樣 或摩托車一樣 你放一段時間 它當然會氣泥會跑掉 那只是說有些體質比較好 其實它就是比較難漏氣 那慢慢的你就會知道說 漏多少我會有感覺 有些人漏一點點它就有感覺 有些人漏比較多 它覺得才需要調整 那我今天就和大家簡單的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在下面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